花蓮市福安庙 特别举办了普渡法会活动 透过庙方决议 以及信众大德的支持 将129份的物资 捐给了花蓮市公所 市长魏嘉贤也向庙方 表达了感谢 并且自证了感谢状 他表示这批物资将会存入 食物银行 有物资需求的乡亲 可以前往森林 花蓮市福安庙前广场 摆了一大批物资 这些全都是庙方籍信众大德 则是要捐赠给 花蓮市公所的爱心物资 那我们每年办中营普渡的话 我们在庙方的方面 都会跟相隔讲 你要是不方便拿回去的话 就以我们庙方来帮你做处理 我们帮你捐赠给弱市团体 那至于今年 为什么给市公所处理 是因为我们市公所 有一个食物银行 我的想法 跟我们委员会的想法是说 那么多的物资 挖给个体物资 他一次是用完了 没办法去分配 所以说我们就交给市伏银行 去分配给各位 长期下来 大家才有 才能够接收到这些物资 市长薇嘉仙也向庙方表达感谢 并颁证感谢状 表示这129份的普渡物资 将会存入食物银行 来帮助各种不同需求的家庭 赞渡难关 那真的非常非常感动 那也谢谢我们江主委看到 我们食物银行的一个需求 那他也指定说 这些物资要存入食物银行以内 让更多需要帮助的个案 能够得到相关的协助 在此要谢谢我们花蓮市 最大的一个土地公庙 还有所有的信中大德 那也希望未来土地公 也能持续保佑我们境内的所有的市民朋友们 也期盼未来有需要协助的朋友们 都能够得到援助之外 如果有需要的部分 也可以进洽花蓮市公所 那我们还有食物银行 一起来协助大家 而市长薇嘉仙也期盼 有更多的热心人士 火社团 企业 宗教等等 难以行动来关切社会弱势族群 集中人之力来解决他们所面临的困境 欢迎有意捐赠物资的人 可以洽询花蓮市公所 我是劳克 记者 徐立芹 花蓮市报导